謝謝 我唱過的歌 然後分數高點也沒幾個 然後幾乎都很低 然後我上也有多屁屁這樣 就是我 我到現在我還是很喜歡唱歌 然後收穫就是 可以得到很多那個評審老師的建議 然後開始會認真的去 就對待每一首歌這樣 還有就是認識一大堆好朋友 大家好 我叫黃偉晶 那我今年是九歲 就讀智利技術學院二年級 然後我興趣是 長得跟看電視 有時候有時間 你會變得我一樣 想來住一個人 還是變得要做夢 什麼心願 什麼是孫的都很誇張 都是真心苦楚 青春的記念 心是孫的孫老 都是愛做夢的人 吹起中人的夢 敢玩火光吹火浪 敢情勇回望 新光六七場誕生 積分賽也將正式展開 六班抹拳擦掌 為爭取冠軍賽資格 試盡全力 妳的歌曲今天很像鬼魅 就像那歌劇魅裡面那個雍臨 我覺得創意面上非常非常好 滿一切可惜的 有進到人家心裡面的那種表演 而且妳選擇的唱法 跟娜音又不一樣 你們今天三位一體 是大家聽之下很 像聽到過去那種 All for one Force two man 那種和聲的那種 非常好的狀態 我唱得他心碎 我唱得他心碎 他努力不讓自己看來很累 我第一次看到妳唱歌的時候 有微笑 我沒有聽到任何張學友的影子 我覺得今天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滿好的 但第二輪的評審指定曲 卻讓原本的積分排名大變動 讓妳演唱這個追夢人 是希望妳唱得原本的那個編曲的感覺 你居然把它編得亂七八糟的 我覺得我給你四分數 我看到你使出了你的權力 你盡了你最大的力量 我滿失望的 因為我覺得聽到一半以後 我覺得有點聽不下去 你在唱這句的時候 你腦袋在想下一句 所以會出現那個 其實你掌控不了在拍子上面的東西 是在唱你的味道 我很喜歡 本屆將採取積分與淘汰並行的賽制 積分最低將被淘汰 在評審嚴格把關 及全新挑戰的雙重壓力下 究竟誰能挺進款軍賽呢 而下週還有星光奇蹟淋浴群每聲再現 小胖淋浴群在赴美接受專訪前 特地回來星光舞台獻唱 再次謝謝大家對她的支持 怎麼樣 小林老師看到她的這個 現在已經是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 她的唱功又比上一次看到更進步 而且那個掌握度真的是游刃有福 我覺得很很棒 小胖最動人的歌聲 就在下週的超級星光大道 超級星光大道 每週晚間酒店準時開唱